2月27日中午时分,经过医护人员20多天的科学救治和精心护理,又有76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康复走出火神山医院,是该院单日出院人数最多的一天。 截至27日,该院已累积至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471人。 据介绍,火神山医院自收治第一名确诊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以来, 始终坚持科学救治,不断总结诊疗经验,严格落实查房、诊疗、病例讨论、专家会诊、感染控制、心理疏导等制度规范, 广泛开展特色护理服务,充分利用远程会诊系统,组织胸肺物理治疗护理技术培训,指导规范护理操作和流程。 科室还通过为新冠肺炎患者制作吹水瓶法深呼吸训练装置,帮助患者开展深呼吸锻炼。 同时,医院根据国家指导方案提供的中药处方,坚持中西医结合科学失智, 及时成立中医专家组,以会诊形式深入全院各病区,采集中医症候两表, 制定中医辩证分行及协定处方,确立医院中医药治疗规范, 建立健全中西医协同机制,并为病人提供四种汤器服用, 让住院病人都做到了应服尽服。目前,配合流动智能应急中药房投入使用, 火神山医院超过97%的患者服用中药汤剂,服药患者检验检查结果有所改善。 据悉,这批患者治愈出院后,火神山医院迅速对控出来的病房和床位进行打扫、 清理、消毒、更换清洁的床单被入,着手收治下一批病例, 做到应收尽收,尽最大努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, 计划于当天23时完成当日收治工作。